火车上的黑匣子 我们称它为列车运行监控装置 它主要的功能是防止列车冒进冒出 防止列车操速 同时能给司机实施显示前方的 比如说我们的公里标啊 前方通过线上级的显示啊 这样还有实时的机车信号 可以给我们的司机做好一些预判 我叫做沛 现在是广铁集团长沙电舞段 长沙车载设备车间的一名信号工 我们的日常工作呢 主要是负责机车上的车载设备 就像汽车做保养一样 我们是给机车做保养 像夏天这么炎热的环境下呢 在出工之前我们是一定要喝一瓶石滴水用来防暑的 还有就是我身上背的那个工具包 你别看它很小 里面装了很多的工具 重量起码有二三十斤吧 你别看这个设备看起来简单 但是其实它的螺丝板间数量众多 我们平时还得注意这些插头线蓝走向紧箍 弄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还要做整个设备的卫生除尘 清扫 至于烫下来基本上就有搬个多小时 像夏天 天气门热 环境 天气又比较小 小时的温度可能达到四十度到五十度 像我没有几分钟 基本上就还没加倍了 我的外公和我的父亲都是铁路司机 他们每次下班回来之后 都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 告诉我火车上有趣的故事 小时候呢 我对铁路就充满来向往 我是2018年上大学时候入了党 我还记得08年的湖南冰灾 当时道路被封又停电停水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铁路的党员 分载在一线 我感到很震撼 我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工作是枯燥的 学习是有趣的 像我们平时碰到不熟悉的设备 不认识的电路 我会请教老师傅和经验劳道的工友 作为车载设备的检修人员 好比机车的医生 当看到机车安全运行时 心里也觉得很踏实 在内也觉得很值得